放在那个JSB底下我们有一个一个路径 就是那个路径的话选起来 然后first底下会有一个就是webcontent 这边有个地址对吧 OK按确定 好那这样的话呢 按确定之后 就会有个那个address的一个odbc的之下来 他就会转移手 那odbc他的他的中文名称就在 open database connection 他有个等于是资料来源管理管理员 他帮你做管理 所以如果我今天换了一下 也设定好之后 然后再来就是说把这个改成 就是说这是用driver的 其实一般叫orlay 用orlay的方式去开启 第二种是odbc的方式开启 那实际上应该也OK了 所以open之后 那这一行也不用了 所以上面这一行跟下面这一行都注解掉 把这个打开 这样子应该就OK了 他一样也是会产生一个connection 那这个connection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save一下 然后一样的方式 应该理论上OK 把它run起来 一样我去找一下那个中孝东 一样出来 OK没有问题 所以第一招不行的话 试试看第二招 如果你只有一招的话 那就没办法 一定要 所以有些东西 技术东西一定要备原 OK 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使用odbc来开启 如果刚刚的方式不行的话 那就用odbc来做 所以如果你用odbc的好处 就是说 无论你后面是SS SQL Server 或者Oracle也好 反正你设完odbc之后 指向给它 它就可以开启 所以这种方式 当然也不错 也不错 也是一种 可以 因为Server通常 也不会动 你的位置设定好之后 通常就固定了 所以这个导致还好